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的影片要和你們分享的呢 是平常我是怎麼整理頭髮的 因為很多人問說 喔 你的頭髮到底怎麼整理 為什麼看起來這麼好 可是其實我的整理技巧真的是零 真的很簡單很簡單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我會從 我洗完頭以後是怎麼吹頭髮 就吹給你們看 然後怎麼樣捲瀏海 那捲完瀏海以後呢 是怎麼樣整理頭髮的 還有我平常喜歡用哪一些洗髮精等等的 就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技術含量零 我家連電棒都沒有 也沒有圓書 所以如果你已經是一個技巧很高超人的話 就可能不需要這一支影片了 這一支呢 是給跟我一樣手很殘的 整理頭髮的初學者看的 那有興趣的人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發音樂梅 是別人可以 Montage Math知 當中 對 好,那剛剛的影片呢 就是我平常洗頭跟整理頭髮的步驟 那接下來我要回答很多人 問我的一些關於頭髮的問題 那以前最多人問我就是說 喔拜託可以出一個影片的頭髮教學影片嗎 我是怎麼整理頭髮的 那其實我根本 我以前長瀏海的那個時期啊 是完全不整理頭髮 因為長瀏海就這樣隨便一剝 它就有自然的弧度 因為我的頭髮那個時候是有燙的 我在台灣給我的髮型設計師燙 然後整個就是吹一吹就好 完全不用整理 也不用抓 不用燙什麼 不用吹完全不用 就隨便頭髮吹一吹就去睡覺 然後就起床是這樣 然後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我剪了平瀏海跟這個燙的頭髮 因為我這個啊你們還記得嗎 這個是在韓國燙的 燙的非常的失敗 因為我一回家以後呢 洗完頭髮發現 捲度完全消失 所以就等於是我的6000塊 完全丟進水溝裡 所以我以後再也不會去那裡燙頭髮了 然後我這個短瀏海啊 是我的台灣的那個設計師幫我剪的 那維持瀏海真的要 比較花時間 因為你每天都要用那個卷子在那裡卷 那我自己喜歡用的呢 就平常你可以用那個梳子 圓梳這樣吹吹吹 可是我家根本就沒有圓梳 然後渠成是我也沒有買到 所以我用的是這一個 這個髮卷 它裡面呢 跟一把髮卷不一樣 就是它可以插USB充電 不是充電 就它裡面呢 有一塊鐵片 它插USB以後呢 它就會預熱 就是會變得燙燙的 這樣會更好上那個捲度 然後它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比如說USB 你的手機那個充電的也可以 或者是 你直接用那個吹風機把它吹熱以後呢 就直接可以上捲了 這個是蠻方便的 只是它到下午呢 就會頭髮又會變直 所以我都會隨身 如果我出去玩一整天 我都會隨身戴在身上 然後就直接在路邊捲頭髮 然後另外呢 我發現短瀏海 真的這裡會很容易流汗 因為你會覺得很熱 所以我上妝的時候 都會把這個瀏海這樣掀開 然後這裡塗了滿滿的那個 控油蜜粉 這樣就比較不容易出油 就有一種爽生粉的概念 把它塗在這 才不會一下就出油 變成一條一條的非常的醜 然後這個水神戴在身上也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你下午出油以後 就是你的頭髮會一條一條很醜 你就把它當梳子 這樣把它梳開 這樣子頭髮又會繼續變得比較好看了 然後接下來我要推薦的是 我愛用的洗髮精 那我愛用的洗髮乳呢 就是它契爾式的氨基酸洗髮乳 這一瓶其實我一開始是用了它的試用品 覺得好好用喔 所以我又去買了 這是它唯一的確認就是真的很貴 在台灣的專櫃真的好貴喔 因為這樣一瓶要好像850之類 或是780就是七八百塊在那裡 很貴 可是如果你在機場買 就是你買大瓶的兩倍的容量 然後是1100左右 1140左右吧 就是真的要在機場買比較划算 然後它很好用 它我推薦給 跟我一樣 我是屬於頭皮 很容易出油 然後我又不喜歡洗頭 所以我會希望洗一次頭可以撐個兩天 那我這個呢 就可以至少撐個兩天 到底是有多髒啊 就是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滋潤型 因為我頭髮就是很容易出油嘛 所以滋潤型我洗完就覺得 嗯 就是很厚重 黏黏的感覺 然後到下午就整個塌掉 所以這一瓶它完全不是 它是真的洗得很乾淨 然後很蓬鬆 你洗完頭會覺得頭髮髒髒這樣子 然後它會有那種光圈 就是頭髮很健康的光圈 所以我很喜歡它 那我已經有在機場買了一瓶大瓶的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了 然後它裡面呢 是椰子的味道 我本來很討厭椰子味 可是我用了它以後就開始喜歡 因為它真的很棒 很好用 Witrain就是很貴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看我頭髮現在很不捲對不對 那我自己平常 因為我不喜歡頭髮這樣子 然後我平常呢 都會把它綁起來 就是很簡單的綁一個馬尾這樣子就好 然後這個馬尾啊 就這樣綁著嘛 然後你就可能綁著作家事 或是綁著工作什麼之類的 然後要出門的時候 再把這個馬尾放下來 然後就會發現 欸有沒有那個捲度就是 那種可愛的向外的捲 所以我雖然頭髮不太捲 可是因為綁那個馬尾的關係 所以就會變得更捲了 這個是我還蠻喜歡的地方 然後另外呢 還有這一個 我喜歡的造型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髮帶嘛 然後這一個呢 是那種裡面有一根鐵絲的那一種 然後瀏海啊綁這種東西 真的是太可愛了 就這樣把它繞一圈 然後放著 然後頭髮放下來 好那這又是用完髮帶以後看起來的樣子 就是超級無敵 萌 很像什麼漫畫人物裡面 如果你是喜歡綁髮帶的人呢 就可以試試看 因為有瀏海綁髮帶真的會 我覺得年齡會降個10歲 你本來30歲變成20歲 所以這個呢 是我平常 有了這個瀏海以後會做的造型 就很簡單 因為我真的很收產 所以希望這個影片呢 對跟我一樣手很殘的人有幫助 就真的給非常非常初學者的人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